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我们要挑战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中国政府对假冒官员和金融犯罪的零容忍打击措施。 从冒充政府官员到出售假公章, 这些行为不仅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还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 公安部呼吁全国各地严厉打击这些犯罪行为, 并利用大数据等技术手段揭露非法集资和合同欺诈等行为。 中央部委和国有企业也发布了防范诈骗的通告, 警告公众警惕各类骗局。 这场打击行动不仅仅是一次法律的执行, 更是对金融犯罪的全面监控和防范。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这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 冒充政府官员和利用假公章诈骗的活动 也变得越来越猖獗。 为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和维护政府形象, 中国公安部终于决定对这些骗子大王们 进行一次零容忍打击。 这次行动的号角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吹响。 南华早报报道道, 北京当局不再对这些冒充政府官员 贩卖假公章的行为, 做事不管。 一场针对这些妖孽的大型行动 已经全面展开。 上周的一次会议上, 公安部发出召集令, 要求全国各地机关严厉打击 这些冒充政府部门或国有企业官员的犯罪分子。 这些行径不仅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还造成了社会经济秩序的大乱。 这不仅是政府的单方面行动。 南华早报还指出, 为了维护一个良好的商业环境, 执法机构将利用大数据等高科技手段, 揭露非法集资、 合同诈骗和非法存款等行为。 这些机制无疑会让那些阴暗角落里的骗子们 无处藏身。 然而, 这次行动的起因并非空穴来风。 国家媒体已经多次报道了个人或团体 利用国家机构的名义进行诈骗的事件。 这些事件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据新华社报道,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科技部等 二十多个中央部委和国有企业 已经发布了防范诈骗通告, 警告公众、警方骗子。 这些通告的发布显然不是搞笑版的狼来了故事, 而是真实存在的严重威胁。 德州市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 就给这些警告加上了强有力的注脚。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 一个诈骗团伙 以由政府支持为由, 成功骗取了286名受害人 近2900万元人民币, 约400万美元。 这可真是贼喊作贼的典型案例, 让人不禁砸舌。 说到这里, 大家可能会问, 为什么这些诈骗行为屡禁不止? 答案在于, 这些诈骗者利用了现代科技, 让他们的骗局更加难以辨识。 央视报道指出, 这些骗子利用人工智能等高科技手段, 甚至能够制造出高仿真的面部和语音模拟, 让人真假难辨。 面对这些日益复杂的诈骗手段, 北京方面再也坐不住了。 今年早些时候, 他们誓言加大打击金融犯罪的力度, 并承诺加强交易监控以降低风险。 他们的决心就像一只不可阻挡的剑, 直指这些骗子的心脏。 看来, 中国的这场反诈骗大战已经正式打响, 这些骗子们是时候打包行李, 逃出中国了。 毕竟, 公安部的零容忍政策可不是闹着玩的。 下次如果有人再敢冒充政府官员, 那么等待他们的将不再是满嘴跑火车的机会, 而是铁窗里的冷墙。 在中国公安部工作的历史长河中, 有着许多英雄事迹和传奇故事。 从清末设立巡警部到现代化的公安部, 这个部门经历了风风雨雨, 几乎成了中国社会安定的压仓石。 我们今天穿越历史长河, 一起走进公安部这段风云史。 时间倒回到清末, 1905年,光绪31年, 巡警部成立了。 巡警部设置了上书、左侍郎、右侍郎各一人, 设有警政、警法等五个司。 首任上书是徐世昌。 仅一年之后, 这个婴儿就改名为民政部, 并在这之后经过多次更名和机构调整。 其间,上书改为大臣, 四郎变为副大臣, 只为名称变化的背后是无尽的政治斗争与机。 变革。 辛亥革命后, 中华民国成立, 内务部取代了清政府的民政部, 首任部长赵炳君站在权力的巅峰。 然而,变革依旧不断, 到了1927年, 内政部内设的警政司也一律改成了公安局。 此时,国家纷争不断, 各种地痞流氓、土匪恶霸横行, 整个国家急需一支铁腕的公安队伍来维持秩序。 1949年, 新中国成立了, 随之诞生的还有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 1949年10月15日至11月1日, 为了研究和解决公安部的组织和今后工作问题, 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公安高级干部会议。 毛泽东、周恩来、董毕武、中央领导接见了与会人员, 并分别做了重要指示。 周恩来在接见与会人员时说, 军队与保卫部门是政权的主要的两个支柱, 你们是国家安危, 细于一半。 这段话无疑给公安部上了定心丸。 会议确定了公安机关的总任务是完全学会和敌人做隐蔽斗争, 特别是同国际特务做斗争。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公安部统一设置了全国各级公安部门的组织机构, 各大区称公安部设有部长、副部长, 下设多个局和办公室。 1949年11月1日, 公安部启用运信, 正式开始了他的使命。 文革期间, 公安部也未能幸免。 1966年, 文化大革命爆发, 公安部领导班子被重组, 谢夫智任部长, 常务副部长李震等人负责具体工作。 1967年初, 公安部各局造反派开始夺权, 成立各局临时各委会, 整个公安部内部风云变换, 斗争激烈。 然而, 即便在这样混乱的时期, 公安部依然承担着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职责。 1970年, 周恩来总理批示, 砸烂公监法口号不科学, 应该替公监法彻底闹革命。 这段指示, 无疑为公安部恢复正常工作, 提供了指导方向。 1971年, 随着913事件的发生, 公安部内部再次经历了动荡。 招登城被拘留审查, 新的领导班子逐步建立, 开始了新的工作调整。 1978年,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中国大地, 公安部也进入了新时期。 1979年9月, 公安部成立了劳动教养工作管理 局、事务局, 开始探索新的管理模式。 1983年4月,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部成立, 公安部武装民警局同时撤销, 公安部的结构进一步优化。 1986年, 公安部对道路交通管理体制 进行了重大改革, 将原由交通部承担的 除公路、通行费、收费管理以外的 道路交通管理职责划归公安部。 这个改革不仅促进了 公安部的职能完善, 也提升了其在公共安全管理中的地位。 进入21世纪, 公安部继续朝着现代化、 专业化方向发展。 2002年, 公安部成立了反恐布局, 进一步增强了应对国家安全威胁的能力。 2018年, 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原属公安部的消防管理职责 移交应急管理部。 边防管理局和出入境管理局 职责整合成立国家移民管理局。 公安部的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得到了进一步优化。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哎呀, 最近中国公安部可是忙得不可开交, 正大到阔斧地在全国打击那些冒充政府官员和国企高管的骗子们。 这些家伙真是胆大包天, 居然敢伪造公章, 假冒国家部门弄得跟真的一样, 骗得投资者晕头转向。 这不, 公安部甩出零容忍政策, 准备来个大扫除, 掩打这些影响党和政府形象的坏家伙。 看看公安部的声明, 都说了这种诈骗不仅仅是骗钱, 更是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 听起来, 简直是忍无可忍, 非得言成不待不可。 布里特别提到, 要用大数据等高科技手段来揭穿那些非法集资、 合同诈骗和非法存款的阴谋。 看来, 公安部这次是有备而来, 准备把这些诈骗分子一网打尽。 前段时间, 国家媒体也是频频曝光这些骗子的花招, 搞得大家人心惶惶。 比如说, 山东德州市就有个团伙冒充政府, 居然骗了286名受害者, 金额高达2900万元人民币。 这还不止甚至还有人假冒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骗地方政府, 简直是胆大包天。 这么一来, 国家发改委都不得不在官方微信上澄清, 说自己根本没有设立所谓的工作组或补贴计划。 这些骗子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连政府部门都敢冒充。 公安部这次可是动了真格的, 不仅仅是传统的侦查手段, 还准备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 你看看, 不少诈骗分子还利用高科技, 搞什么面部识别, 语音模拟, 真是让人防不胜防。 看来, 公安部不仅要打击这些技术诈骗, 还要好好宣传, 让大家提高警惕, 不要再上当受骗。 最后, 公安部还不忘强调, 要加强部门之间的协作, 形成合力, 彻底铲除这些冒充政府和国企的诈骗团伙。 看来, 这场打击行动不仅仅是为了保住大家的钱包, 更是为了维护社会的诚信和秩序。 希望公安部能够打出声威, 让这些骗子无处可藏, 给社会一个清朗的环境。 总的来说, 这次的行动不仅仅是打击犯罪, 更是一次全方位的社会治理。 从政策到技术, 从宣传到执法, 都在全面推进。 这就好比一场大型的清理门户行动, 既是对犯罪分子的严惩, 也是对群众的警示。 希望在公安部的带领下, 这些冒充政府和国企的诈骗行为, 能够被彻底根除, 让大家可以放心的生活和投资。 谢谢大家收看六读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 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读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 除了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6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